人间苦空无常 远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众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 《知书识礼》的第十三节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不是第十二集的心灵的一种灵修 是一篇由一位在《知书识礼》里面曾经也提过的 就是一位很著名的诗人 是一首唐诗来的 他就是这个李相忍的 关于李相忍 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做过短短的官仔 做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 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很喜欢 就是这首叫《梁诗》 一听到梁就有一些冷冷冰冰的感觉 还要在这里很冷冷冰冰的一想到 就是沉诗 一想到《诗》 那一刻用的脑去想 其实也是很多愁善感的 这首其实那个名字已经很吸引了我 其实那首诗就会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 说 这首诗叫《梁诗识》 以吾有心知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他就是 因为当时诗人社的背景 其实他是有少少 就是 做完的官 就开始有少少飘泊 就辞了官 唯有飘泊 在异乡底下 以前古代 人们想着考功名 既然没有功名 那大家 一心轻 大家都会想到一件事 你可以说他很轻松 可以卸着周围去游 去游浮 但另一件事 其实心里面是屈住屈住的 这首诗一听下去 最初给人有个感觉 就是私人是挂着一些人 究竟是否一首情詩呢 还是一首什么 很难去判断 你现在回到那个年代 跟李湘印谈谈 究竟问一问李湘印 究竟为什么会写这首诗 很多我们的史学家 都只是推断 当时私人的背景 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觉得写这首诗有什么寄托 也都是 诗词这些作品 每个人观想的感觉 会很不同 正如我记得 有一位 一位老师 我称他做老师 他当然不是我学校的老师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 他说一句 不是只是吹烧可以吹蹄 也可以的 情绪就是说 很伤心得利 但是又要觉得他一种解脱 也都是很视乎一样东西 就是说 当时人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开心的时候 你听什么都觉得开心 你不开心的时候 那么多东西 你都会觉得终于相情 所以我很喜欢诗词 因为诗词这件事 是没有特定一样的 当然它格式有特定 但是我们去欣赏的时候 完全是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之好 不要说现时的政治 或者在任何社会上 社会传途 每一个国家里面 只要我们可以看得明白 或者看到一首诗 我们都会觉得那首诗 是可以想象无穷无尽的空间 是很 很完妙 我可以这样说 好了 他说到 客去 这个客人一定是客人 就是客人都走了 波瓶 应该就是池水里面 有些水 有些水波 一直涨一下 他有时逼合 或者草草 那池水 就已经去到南边了 那禅休 禅一定是叫的 通常我们叫的禅星 天奶 一定是这样寫的 但是禅休 连禅都休息了 那就是睡觉了 禅是应该是晚上出动的 而晚上就吵得 是吱吱吱吱的 那禅也很休 应该是凌晨 应该是很晚的时间 我相信就是说 还有呢 露满枝 那露一定是露水 满枝 就已经在佈满了 在那些树枝的枝头那里 那就是永坏 这个永坏 又真的好 好像一种好别离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就是说 譬如我们有时 现时 现今 我们有譬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参加过那些喪礼 或者怎么样 他们有些永别停 一些是 永远怀念 或者永远 什么 凡是说到永坏 都好像 就是 完的了 差不多是最终的了 是很珍惜的机会 那么 永坏 当此节 当此节我只是指 当时的情节 还永远 是做好思念的 情节 那 反过来 如果这首诗 是由一位女士去写的话 那大家的确 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件事 这个一定一定 一定是一首情诗 但是这首诗 是因为你想想写的 而且呢 由他所写 所以大家都 未必真的会想到 究竟是否真的情诗 他寄托的东西 究竟是否真的有文人存在 还是含叉射影的呢 好了 耳立 致疑是 那 耳就当然 哀哀蹦蹦的了 那 就想起 当时的很凄美的情节 那好了 那然后北斗 一想到北斗 大家就想起北斗星 那但是 抬头望北斗星 那就一定是 我们会想到北方 或者很遥远的地方 那 兼春圆 也是很远的 所以 两个东西 他对得很漂亮 那 说完北斗 他就说南陵 那南陵语呢 语诗词呢 那就可以在这里 就可以解作 比如说 送一封 以前就 送一封信 那送得来 那个消息是很迟 那 但是 是怎么说呢 如果给阿Kim的感觉 我又想起飞甲传书 会想起一只眼在那送 那书 我就不会想起人去送的 那 但是 不管怎么也好 一首诗 是视乎每一个人的 心灵 心境 去 决定 那首诗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那然后呢 就是天涯 尖蒙素 我觉得很漂亮 天涯 我一想起 我一想起天涯 除了我想起 周旋 那首歌之外呢 我又会想起 天涯海角 因为阿Kim是早那 刚才应该是早 一两年前左右 我就去了天涯海角的 那天涯海角在哪里呢 现在呢 就在中国的三亚 就是海南道那里 那里呢 走走走 原来呢 他做了两构大石 那 黑了一些字 一个叫天涯 一个海角 然后叫你去走那两构 有很多人去拍照 就去看那两构石 那些 那构很大的石上面 就合了天涯 一个海角 总之是两构 那我就知道 如果一构石 去另一构石 就走到 即使你穿着波鞋 都走到很远 再加上那天又下雨 那天呢 其实是夏天 那些字呢 它是怎么样呢 它就是用一些 红油 红色的油 写上去 那当然修辑过 那我就很有保留 就是究竟那两构石 是纯粹吸引旅客 去做那两构石 就是国内的旅游发展局 就是我不知道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是专门做这一样东西 去吸引多些游客 去赚取游客的收益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profit 还是怎么样呢 但是的确就真的 有天涯海角 那两个 但是也是真的 我觉得挺romantic 那样东西来的 那它因为是一个 它的工业 就是给钱收费 你要买ticket的 所以我不相信 就是说 你晚上可以拿着 一些电筒 可以大家在那儿 玩捉迷藏 天涯海角 究竟你躲在天涯 还是躲在海角呢 那中间 还会隔着一个 小小的沙滩仔 那大家如果有 就是有机会 就不妨去一下 这个 就是现在我们叫沙滩 就是以前的海南岛 那里 那现在直属是这个 广东省的 那就是 它里面呢 就有个天涯海角 就是天涯海角 那就是 挺romantic 那然后呢 它还有尖蒙素 尖蒙 我们一想起 尖 什么时候会尖薄呢 一定是想想想想 将来的东西 那古人 为什么要想想将来的东西呢 那男士 就是想想想 将来的未来是怎么样呢 女士呢 如果是女士的话 他一定想想想 如何去找一个鱼鱼郎君 那所以呢 就是呢 尖蒙素 在梦里面的素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 素是一种变化的 那然后呢 就 他第一 他收信就收到辞 那然后又发了个梦 那然后呢 又去尖蒙素 之后他就想了 已悟有心之 那就开始怀疑了 对方呢 就是 他作者的思念 那个假设是一个人来的 那个人 是不是已经认识了 另一位生夫 而忘记了自己 搞到自己要是永怀 当时的情节 就是有少少呢 就有少少呢 就像另一首诗呢 就是阿Kym而时 整个背的就是说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影红 人面如今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冲锋 就是有少少是 有时候 又令我想起 我曾经认识一位朋友 当时他是在那个 失戀的期间 他就有一把傘 那天就下雨 他就借了一把傘 给我用 那位是一位女士 就给了我用 当我用完那把傘 其实那把傘 他借给我那时候 已经很难的了 他不是那些傘傘 他只是一把长傘 一旦出来 已经有少少洞 是穿穿的 你遮住那把傘 那些傘的雨水会滴下来 在傘的中间里面 那我当然用完之后 第二天就还回给他 当我还回给他 当时他说 其实你把傘也挺旧 买了很久 是不是很有感情 他跟我说一样 就说 这把傘其实是 他以前一位 一位戀人 即是一位旧情人 送给他的 但他就说 其实这把傘 如果破坏了 都可以等得 他就说 因为人都不存在 不再在了 那还留把姐在做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有时 在家里 收拾一下 就发现很多很多 你可以叫做废物 可以叫做无用的东西 有些人觉得 几年不用的东西 就是等于垃圾 就等于我们的衣柜一样 有时我们的衣服 一两年不穿的 或者几年不穿的 我们已经当去垃圾 已经拿去其他地方捐 捐了它 也都可以 是有一些人 有一张车票 或者去旅行 一张机票 或者去旅行 那张票尾 都留在这 好像集邮 那样的 也是一种 就是一种 很好的记忆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么多 如果大家 有些东西 想和阿Kim 分享的 或者觉得有些东西 可以大家一起 互相再去分享的 都希望大家就可以 随时 send e-mail 给我们 168 at kimsimchi.com 那 今集多谢大家 拜拜 所以 不愿意